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了专车司机差不多十多年了 那为什么之前国企福利又好又稳定 无法拿来做司机 一言难尽 在单位做了差不多20年 一直都是临时工 今次公车改架 没那么多车了 就不用那么多司机了 我是刚好 上有楼下有势 只是用钱的时候 老板你帮忙吧 好啊,我明白的 那你给个新闻证 隔离证证我看看 好 好啊 好啊 拿来两个证捕运件 明天上来报到 即是肯用我了吗老板 是啊,明天白日即 多谢老板,多谢老板 爸爸,我回来了 今天什么日子啊 你去新智校厨 我今天认评成功了 认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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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评什么评? 我明天就上班了 做老本行 司机呀 爸爸 我现在都暑假了 可以找工作了 你这段时间就休息一下 你这段时间就休息一下 有什么事啊 我都没老 我还有很多生意味料 什么事啊 你这些终身大事啊 爸,你别常常说这些东西啊 记住一下你啊 都二十岁了 那时候你妈好像你这么大 都生到你了 可惜了 她走得早 看不到你睡觉那天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不过呢 你现在的宝宝女儿 我真的很肚饿啊 你快点搞定些东西 我们开饭吧 好了,好了 喂,进来 走 何总啊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待会呢 你们在农航开张卡 是公司卡来的 那开了之后呢 卡和密码就给我先 啊 我们人事办完入职呢 你先拿一张卡 到时密码自己改 好啊 那你现在去吧 行行行行行行 不用急 还有一件事 去移动服务厅呢 帮我开张手机卡 啊 何总啊 现在是神明制的了 要拿你的身份证才行啊 唉 我知道 但是这张卡呢 要用你的名字 不可以用我的那个 为什么 为什么 这张卡呢 我跟女儿聊天的 你知道我老婆姐得好死的 大一晚一老 你明白啊 何总啊 那… 好像不太好啊 开张手机卡而已 有什么不好啊 又不是你做家人犯科 我是老板 我说怎样就怎样 那…那好吧 喂 零零啊 什么事啊 没事啊 那你第一天上班嘛 不就看你做成什么呢 啊 挺好的 不过就是这个老板 叫我做的事太责了 一会儿叫我去办银行卡 一会儿叫我办电话卡 一会儿叫我办电话卡 现在又叫我出来折人 但是我等了很久都等不到那个人 你说啊 我是不是错过了别人啊 你是老司机来的嘛 紧张点什么呢 没事的 咦 零零你先等我一下 我有一条短信看看 看什么短信啊 爸爸 这么久的 爸爸 喂 爸爸 喂 喂喂 喂 零零啊 爸爸有点事做 不先说了 就这样吧 何总 你怎么回来啊 我是你接人的 我隔斥症 无端端被人扣八分 怎么搞错 八分 又是老司机被人扣八分 你不是踩到我的车吧 没有…何总 你听我解释 我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做过 你当我傻子吗 什么事都没有扣八分 那这层 我真的不清楚是什么回事 刚才我去交警大队问过 是我自己交的方法 你… 警察是不说话的 但我不管你什么事都好 反正你这个司机 我就不敢用了 不是… 何总都给我给你 你怎么看 何总啊 你…你听我解释 是… 你怎么看 何总 你… 看故事变法里 欢迎收看法治栏目剧 真实故事 谢峰是一个人到中年的老司机 在国企工作 他离开国企之后 找到了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虽然说啊 这个谢峰的性格很老实也很耿直 他不太会跟人打交道 尤其跟老板打交道 跟那个新老板呢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样相处 但… 毕竟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可谁知道 就在上班第一天 还什么都没干呢 驾照被扣了八分 这如果再这么的不小心的话呢 车可能就开不成了 这一下辛苦找到的新工作 不就是黄了吗 所以谢峰啊 有点着急 有点焦虑 门都没出呢 怎么会被 无端端的被扣了八分呢 无端端的机会 反正尝尽很高 为什么不开心啊 今天收到短信通知 说夾赛证被扣了八分那么多 蛤 那不是那些病 是這麼短信,有沒有叫你匯款呢? 這樣就沒有,不過我今天去交警大隊查過 他們說我真的被人扣了百分這麼多 他們還說我開了一個什麼網上車管所服務 是網上處理的違章 這些事我根本就不知道 怎麼會這樣? 我也不清楚,我跟交警解釋了很久 但是我又沒有辦法證明自己沒有違章 我開了十幾年車的了 一次分都沒有被人扣過 今次一夜就被人扣了百分 會不會是有人盜用了你駕駛證的訊息? 駕駛證和身分證我一直都隨身攜帶 沒有不見了,都不知道怎麼搞 別這麼留氣,我倒了水給你 對了,爸,這件事你有沒有跟你老闆說? 你也知道的 我已經說了給他知道 做人要誠實,這些事怎麼可以瞞著他 難道不是這麼誠實? 那你老闆怎麼說? 他說我明天不用上班了 你第一天上班了 你先問水吧 你第一天上班,沒有一百分 還沒有貧工?肯定有問題 爸爸,你記不記得有沒有人 拿過你的身分證或駕駛證? 不會是何總吧? 他做甚麼? 我之前辦日跡的時候 他叫我把身分證、駕駛證和銀行卡都交給他 說是日跡需要 還有啊,我還拿自己身分證 幫我何總開了電話號碼 那肯定是他 一定是他拿了你駕駛證的訊息來扣你的分 但是,想起來沒理由 我是他的司機 他扣我的分,對他沒甚麼好處 我覺得 他是拿了你的分去填違章 對呀,是有這樣的可能 那我現在怎麼辦? 這些事情,現在講不清楚了 你別這麼緊張 我幫你查身那件事 凌凌,你千萬不要做些危險事 你放心吧,你女兒是聰明女 放心吧 對呀 好 介紹自己吧 我叫謝玲玲 二十歲 大二,出來實習 大學生啊 我家是農村的 所以我甚麼都不懂,除了讀書 就想出來實習一下 大學生好啊 我最欣賞這種有上將心的年輕女 不過呢,你來我這裡做 你未畢業,未拿剩 我給你一半錢而已 不要緊,不要緊 多少錢都不要緊 你給我一個機會,我實習 我已經很感激你了 我恐懼得苦的 我一定會做好份工的 那好吧 見你女生一個在廣州這麼辛苦 沒有 給她一個機會來吧 女兒,先喝杯水 謝謝爸爸 她今天是你做了甚麼 沒事,她叫我幫她看電腦 不過你知不知道 她在很多網站裡發佈了 招聘司機的訊息 一大堆人去應聘 我就幫她去篩選資料 她就是找那些文化水平低的 年紀大的 還有外地戶口 哪有這麼招人的 一開始,我還以為她有同情心 有心幫我們這些中年生育的人 她一定會有用心的 就是專門找那些好騙的 但是她一個人 都不需要那麼多假照分 她騙那麼多人的假照分 來做甚麼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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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總,她是連電視的 坐吧,我先把電視給她 好 馬總介紹的是吧 我們公司做甚麼,你知道嗎 不知道你這裡可以提供多少分 多少分都可以 只要你是遺章,我們都能搞得怎樣 那…價格是… 一分三百,見你馬總介紹的 才給你這個價格,就要便宜了 好 粉紅都沒有這個價格 原來這番還可以拿來賣的 好媽媽 你剛才在電話裡說 知道了何總的詭忌,究竟是甚麼回事 隨你再說 那個何總啊,他賣了你的分 賣了? 他呀,他只要招招了多少手段 騙了你的身份證和駕駛證 然後再找理由,要你去辦銀行卡和手機卡 有這些東西,他就可以在網上幫別人辦遺章 一分三百元,今天才有人找他來買分 哦,是啊 我以前也聽說過,數人之間,互相借一兩分 但是,真的沒有聽說過,有這種賣分的騙子 爸爸,你拿八分,禮手給他換了兩千四 我一定會找他的證據,找警察來抓他 這件事,可能沒那麼容易 買分和賣分的人,肯定都不會承認 我告訴他,現在不能查清楚這件事 他一定會露出馬腳的 阿里呀,待會有一個大客上公司 開始這些,這些位置,收拾一下 大客?有多大? 有這麼多圈尾,收拾就收拾 收拾一下 有人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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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小蛇啊 這麼快到了? 對呀 好,好,今天要收拾,現在要收拾 啊,幹嘛要來? 來,請拿,請拿,請拿 來,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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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蛇啊,你看我這次又要來麻煩你了 我的一個姐妹吧,這開車的技術太爛了 連我都不如,太爛開長途 請上去,謝謝 謝謝 出發走爺了 唉呀,她這次啊,真是一路都有超速 唉呀,你說,氣死我了 唉呀,姐,你別說了嘛 看這種事情是吧 十塊十萬很難控制呢 超點速又沒意外就行了 這交警都要像你這麼通勤打理就好了 這波,她不是知道我有你這個朋友嗎 所以就過來找我,托你買個分 你看,這事能搞定吧 王姐,看你說的,咱們什麼關係了 這點小事我都搞不定嗎 是吧 那好吧,那就這樣吧 那我就先走了 好,那我送給你送信 行,慢走啊 快點啊 小榮,我問媽的爺爺 快到嗎 黃太太 你不是樓上的那個小姑娘嗎 您怎麼不自己開車啊 我 這是有點問題 所以沒有開 哦,那您不請這個司機 自己開車多累啊 謝謝請人哪,很麻煩的 嗯,那個,我們何總說了 像您這種大客戶 我們公司可以免費幫您代駕的 我們的公司的代駕司機 隨船隨到,很方便的 是嗎? 誒,那剛才小河怎麼沒有跟我說呢 這不讓我來說了嗎 怎麼樣,如果您有需要的話可以找我 我們公司有二十年駕駛的老司機 林維章,您試過 真的啊?我剛好有個飯局 請他來幫我開 好,好,我一定會幫您安排好的 女兒,這樣,行不行的 你老司機來的啦,怕什麼 你叫我去做我們,找證據 這件事我不會認識的 好,其實不用緊張 等你跟那個父婆搞好關係 好像熟落了,都容易說話 ọi 好,真有問題 有問題 你可以坐嘗試嗎 搞好方式了 好像熟落了, 都容易說話 你還沒想到 王太太, 這是我們公司的司機 你好 看著還挺老實 那趕快走吧 我把空調調小一點吧 你喝醉了, 很容易著涼的 我看起來, 屍體有這麼差 不是, 女人還是不要著涼好 我看你一把年紀了, 還有嘴滑舌 因為我要照顧女兒, 所以, 懂得比較多而已 我看你一把年紀了, 還有嘴滑舌 你要帶孩子啊 那你老婆可真幸福 我老婆早就去世了 跟著我, 她一點福都沒想過 不好意思啊, 沒想到的 沒事沒事 女兒現在都已經大了 我總算, 對她有根交代了 你說, 這好男人, 好女人 為什麼就不能有圓滿的感情呢 大姐, 你應該過得不錯吧 誰是你大姐啊 我單身 要不然, 也不會一個人跑出去喝酒 女人, 還是有男人照顧才行啊 家裡沒男人怎麼行呢 不過, 現在有的男人, 我都看不過去 沒責任心, 又沒本事 就知道欺騙女人的感情 騙女人的錢 簡直丟我們男人的臉 你的話, 多了啊 那不好意思 我不說了, 不說了 不說了 到了 慢點 小心啊 你一個人上去可以吧 哦 沒問題 那我先走了 哦 哎 哎 那呢 平時工作的忙嗎 我 我不忙啊 有空陪我練練車 車機不錯 哦, 沒問題, 沒問題 練車而已 不用收錢的 你到次找我就可以了 行嗎 收電了 你小心點啊 爸爸, 今天戰況怎樣啊 從來都沒試過開車那麼緊張 那你有沒有問出些甚麼 賣婚的事就完全沒有問到 那你緊張些甚麼 那個女人情緒中我不定的 一會兒要我陪她聊天 一會兒又嫌我話多 後來走的事 還說要我陪她練車 練車? 那就是下文吧 練車就沒甚麼問題 但是我不知道怎樣 圖畫問出賣婚的事 那你先跟她先熟了 再不是, 你就犧牲一下色相 反正我爸爸那麼英俊 別亂說了 你想想你的百分吧 這個你作為一個專業司機 最大的恥辱 我最煩的就是到車入鋪啦 每次都這趟好長時間 永遠都到不好 那你看好了 哇, 好帥啊 哇 哇, 怎麼可以我那天氣這麼正啊 嗯, 要不你也上去試試吧 我啊 這, 撞了怎麼辦啊 我在下面幫你看著嘛 嗯, 好帮 哎, 等等等等 我剛跟你說 掛檔之前, 應該幹些甚麼 踩煞車啊 不對, 你再好好想想 老本子是 還是不對 我請發線盤 不對, 不對 你這甚麼 三秒鐘就忘了 你車都沒發動 開甚麼車啊 反, 你反速還快 誒, 等等等等 誒, 等等等等 誒, 又怎麽啦 你系安全帶了嘛 一點安全意思都沒有 你就改上路啊 誒, 等等等等 誒, 又怎麽啦 你剛才上車之前 看清楚車的地形了嗎 是應該進, 還是應該退啊 你要認真學才行啊 這不是兒戲 出了事故 不能夠重來的 好了好了 不學了 誒, 誒, 你怎麼又生氣了 我都教了你十幾遍了 你說不學就不學啊 你這樣, 怎麽可能學得會啊 你說你這個人 你有我正在拉里 來教我開車嗎 我這麽多錢 我隨便請個司機不行啊 你有錢請司機 幹嘛還要自己開車啊 你的車機這麽爛 有錢就不花違章是不是 你跟合理勾搭來買分 你不覺得有問題嗎 有什麽問題啊 又沒有人把我開車 再說了 我又不是撞了人 我闯个红灯什么的 买个分 不行啊 你说你 不就一个合力的小司机吗 你看我让他吵不吵了你 我呸 就是你这种人 不认真开车 不准水交通规则 才让合力那种人 有机可乘 他骗我让我当司机 结果骗了我的身份证和驾驶证 害得我莫名其妙地被扣了八分 我开车十几年了 从来都没违章过 结果被人骗了八分 替你这种人擦屁股 你以为买分很方便是不是 万一哪天你撞死了人 还能花钱买条命回来 我明白了 你是被那个合力给骗了 知道是我找他买的分 你就来找我麻烦是吧 我没准备找你麻烦 我想让你帮我证明一下 合力骗了我的分 去卖给别人 我想要被我的八分而已 那你不是应该选我的 那才对我的凶 我这个人没什么心机的 而且我也没想着能说服你 帮我这个忙的 随你愿吧 我走了 你不是说我帮你忙吗 我这里可是有跟合力 满分的聊天记录 怎么样 可以给你装个镇的 你想找我是不是 只要答应我条件就可以了 怎么样 你终于可以还你整白了 那个合力 你见他捉走了 真的不容易 是呀, 伯父 你还没跟我说 为什么那个黄炭帮你手 这一层啊 这层啊 啊, 有景棍 对啊, 我答应做司机而已 做司机这么简单 免费啊 当然不是啦 但其实他这个人也挺好的 挺好的 那也有问题啦 小女霸, 你不要乱说啦 阿婆, 你不是真的被那个富婆看中了吗 乱说啊 卖分的这些人啊 这个犯罪嫌疑人 实在是太可恶了 居然想出这种骗别人驾照信息的办法来转手卖人的分数 给他们去牟利 买卖驾驶证分数的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必须要严厉打击 因为除了妨碍了交管部门正常的管理工作之外 还会在无形当中造就了一堆不遵守交规的马路杀手 这是一个害人害己的买卖 不把交规当回事 其实是把自己和别人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也许啊, 被扣的分可以买可以买 但是人命是多少钱都买买不到的 看故事变法里 感谢收看今天的真实故事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